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异夏之烙印》第141-145集,婚礼。 盈盈正想拿手机来拍照留念,却忽然发现手机没电了,不知何时竟然自动关机了。 盈盈撇了撇嘴,一定是昨天忘记充电了。 盈盈匆匆跑回化妆间,一推门,却发现有个男人低着头坐在化妆镜前。 盈盈不由地皱起眉头,这间化妆间是今天婚礼专用的,怎么会有陌生人坐在里面。 喂,你是谁啊?盈盈面带不悦地看着那男人。 谢天正想的出神,忽然被盈盈这么一喊,反倒吓了一跳。 她慌乱地低下头擦了擦脸上的泪痕,然后起身离开。 你是,谢天。 盈盈拉着谢天,一时间竟有些语色。 她跟她不熟,但也或多或少听说了她的故事。 知道她一直很喜欢临下,只是她此刻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盈盈一脸狐疑地看着谢天,发现她的双眼通红,好像刚刚哭过一样。 盈盈看着眼前的谢天,忽然心就软了。 一个男人,能为自己心爱的人落泪,那一定是爱极了的。 对不起,我先走了。 谢天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她只是想来看看临下,想再来看她一眼。 以后,她就是名正言顺的陆夫人了,她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出现在她面前了。 再也不能在她家门口等到天亮,再也不能悄悄出现在她身边,再也不能以任何借口出现在她身边照顾她,关心她了。 喂!盈盈叫住谢天,却又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擦擦再走吧。 盈盈递给谢天一包纸巾,直指她的脸颊。 谢天尴尬地笑笑,结果纸巾走到镜子前,将眼泪擦干,又仔细地将发型整理了一番,直到看不出任何端倪。 但是,当她再一次抬头时,却无意间看到墙边立着的临下和陆毅的结婚照。 陆毅小心翼翼地把手还在临下腰间,眼神温柔地注视着她。 临下依偎在陆毅怀中,笑得那样的灿烂。 谢天苦涩地笑笑,眼泪忽然就再也挡不住,不由控制地往下掉。 谢天用纸巾遮着脸,跌坐在椅子上。 她最心爱的女孩,终究还是嫁给了别人。 她曾经自私地希望陆毅这一生都不要恢复记忆,那她就可以一生都留在临下身边。 无论她心里爱着谁,想着谁,她都不介意,但老天却连这样的一个机会都不愿意给她。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味道伤心时。 盈盈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如此痴情过,她看着谢天有点手足无措。 盈盈走到谢天背后,轻轻地把手搭在她肩上,神情复杂地看着谢天。 她原本应该对她充满敌意,毕竟是陆毅的情敌。 但她此刻却对谢天完全没有敌意,甚至觉得有些可怜。 抱歉,让你看笑话了。 过了许久,谢天才渐渐平复了情绪,却依旧将脸埋在手中,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 没关系。 盈盈张了张嘴,本想说些安慰她的话,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谢天擦掉眼泪,再次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她苦涩地对着自己笑笑,就这样吧,今天的悲伤就是和过去的谢天正式道别了。 从今天起,谢天将不再是过去那个只知道玩闹的谢天了。 谢天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以后要努力做好父亲交代的事, 抗起谢氏集团之责,不能再任性胡闹了。 其实你也挺帅的吗? 盈盈看着镜子里的谢天,忽然觉得有点惋惜。 这么痴情,又这么帅气,只可惜她爱上的是临下。 谢天苦涩地笑笑,帅又如何,不一样还是失去了吗? 谢谢你。 谢天和盈盈笑了笑,今天的事不要和别人说谢谢。 谢天顿了顿,又加了一句。 说完,她戴起墨镜,拉开门走了。 她得赶在临下回来之前离开,不能让他们看到她这副迥样。 盈盈看着谢天的背影,不由地叹息着。 这样痴情的男人,她怎么就遇不到呢? 草坪上,陆毅和临下正和宾客们寒暄着。 换作过去,蓝青玄准是最活跃的, 但现在有了谢小小,她反倒是不再热衷于与人应酬交集了。 更何况,昨天谢小小有点不舒服, 吃了药就一直在睡着,都不曾回复她的消息。 蓝青玄坐在角落里,把玩灼手里那个早已经空了的酒杯, 心里盘算着机票改签的事。 忽然,一右手蒙住了蓝青玄的双眼。 蓝青玄微微皱起眉头,似乎是个女孩子的手。 蓝青玄不由地皱了皱眉,自从和谢小小在一起之后, 她有意地拉开了和其他女孩子的距离。 即使是应酬,也会刻意保持一段距离。 蓝青选她有些不悦地伸手,想掰开那女孩的手, 但那双手却似乎故意和她较劲, 她越是想掰开它,她就越是孤得紧了些。 不好意思,请你松开好吗? 蓝青玄压着怒气,尽量平和地和那位女士说着。 耳边却传来一阵笑声,起初还控制着些, 到后来静月发自意起来, 原本捂着蓝青玄的手也松了下来。 蓝青玄听着声音有些惊讶, 她不可思议地回过头, 看着蹲在地上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人。 正是她朝思暮想的姑娘,谢小小。 怎么是你? 蓝青玄欣喜地一把拉起谢小小, 直接将她拥入怀中。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就偷偷溜回来看看你。 谢小小依旧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当才蓝青玄的反应, 她十分满意。 本以为她会趁着她不在的时候拈花惹草, 却不料她如此洁身自好的。 我也好想你。 蓝青玄紧紧地抱着谢小小, 将头埋在她颈尖, 贪婪地闻着她身上的香味。 眼前的一切都如梦境一般。 你真的想我了? 谢小小松开蓝青玄, 一脸认真的看着她。 她从不知道, 她竟也有如此深情的一面。 蓝青玄看着谢小小, 笑而不语。 谢小小正想再继续问下去, 蓝青玄却已经深深地吻向她的唇。 蓝青玄两手用力将她锁在怀中, 狠狠地亲吻着谢小小, 似要把她完全揉进身体里。 过了好久, 蓝青玄才舍得松开谢小小的唇, 却依旧将她搂在怀中, 不愿松开。 谢小小此刻觉得自己正站在人生最幸福的巅峰, 若不是因为那一千万的承诺, 她一定会扔下学业, 立刻回国。 走。 蓝青玄看了一眼不远处, 正和宾客们寒暄着的陆毅和林夏, 干脆拉着谢小小走了。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机, 一定很累。 蓝青玄懒地留下来继续应酬, 干脆带着谢小小去吃个饭, 然后舒舒服服睡一觉。 至于其他的, 明天醒来再说, 先去吃饭吧, 想吃什么? 蓝青玄一手扶着方向盘, 一手紧紧抓着谢小小的手, 声音温柔似水。 我想吃火锅, 三环边有一家火锅, 老北京铜锅, 特别有名。 谢小小在国外最想念的, 就是国内的火锅, 一提起来,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好。 蓝青玄一边开着车, 一边轻轻地亲吻着谢小小的手。 谢小小的突然回国, 令蓝青玄欣喜万分。 在他们俩的感情里, 谢小小一直是努力付出的那个, 他为她做的太多, 而他为她做的, 相比之下就少之又少。 蓝青玄将车停好, 牵着谢小小的手进入饭店。 眼前的一切都如此的不真实, 他两眼片刻不离地看着谢小小。 干嘛一直盯着我? 谢小小这样大大咧咧的性格, 竟然也被蓝青玄盯得害羞起来。 除了开车的时候, 他没有一刻看过他处, 一双眼睛含情默默地追着谢小小。 你好看啊。 蓝青玄直勾勾地盯着谢小小, 眼睛里的温柔蔓延开来, 直至把谢小小完全包裹着。 吃饭, 这里这么多人。 谢小小无奈地笑笑, 以前他常常这样围在他身边, 为他吃不下睡不好的。 而蓝青选在谢小小的眼里, 那活脱就是风流潇洒一男子, 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他也会变成一个黏人的男朋友。 谢小小把手从蓝青玄的手掌里抽了回来, 顺便帮他夹了些菜。 蓝青玄却依旧不动筷子, 一双眼仍旧追着谢小小。 你先好好吃饭。 谢小小干脆不理会蓝青玄, 只丢给他这一句话, 然后自顾自地吃饭。 但心里却被甜蜜塞满了。 蓝青玄前后的反差, 让谢小小略有些意外, 却也是十分受用的。 蓝青玄依依不舍地把目光从谢小小身上收了回来, 拿着手机一通操作。 谢小小只顾着低头吃饭, 也不去理会蓝青玄。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溜回来, 一定要吃个够本儿才行。 吃得好饱。 谢小小推开碗筷, 心满意足地摸着滚圆的肚子。 以往为了保持身材, 他吃饭只吃七分饱。 而今天, 他足足吃了十二分饱。 但眼前这顿饭实在是太诱人了, 珍珍应验了那句话,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那走吧, 该我送你回去休息。 蓝青玄走过来, 牵起谢小小的手。 我是偷偷溜回来的, 不能回家。 谢小小一听, 要送他回家, 立即甩开蓝青玄的手。 爸妈如果知道他, 悄悄溜回来, 不收拾他才怪。 其实谢小小并不害怕来自父母的责罚, 只是他这次出国留学的代价是蓝青选的那一千万。 所以无论如何, 他这次都不能任性胡闹, 必须要完成学业才能回国。 为了他, 他也要坚持下去。 我订了酒店, 傻瓜。 蓝青玄伸手去捏捏谢小小的脸颊, 自然是不能送他回家的, 所以他刚刚已经订好了酒店。 谢小小这才放下警惕, 乖乖牵着蓝青玄的手。 蓝青玄的手机却忽然响了, 是陆毅, 准时发现他中途离场了。 你小子, 跑哪去了? 赶紧回来。 陆毅的语气里有些不悦, 网字称作好兄弟, 却在他结婚时中途离场。 陆毅, 小小回来了。 蓝青玄低头看透谢小小, 淡淡地回了陆毅一句。 电话那端的陆毅瞬间就愣了, 他本以为蓝青玄准又跟着婚礼上的哪个姑娘走了, 不料竟是谢小小回来了。 好, 注意安全。 陆毅笑了笑, 特地叮嘱了安全问题。 陆毅太了解蓝青玄了, 她是一个十足的成年人, 下半身和下半身 完全连在一起的雌性动物。 蓝青玄不理会陆毅的打趣, 直接挂断了电话。 陆毅找你了吧? 谢小小看着蓝青玄, 就这样把她从陆毅的婚礼上拐走, 是有点不太好。 不管她, 我送你回去。 蓝青玄宠溺的笑笑, 搂着谢小小上了车。 陆毅看着手机, 不由地笑了。 看来蓝青玄对谢小小是当真动了真情的, 否则以她的性格, 绝不会中途离场。 怎么了? 林夏看着陆毅, 有些诧异。 刚刚还怒气冲冲的, 一通电话过后又转怒为喜。 谢小小回来了。 陆毅替林夏拢了拢掉落的碎发, 她抬头看了看外面的宾客, 今天怕是要有点辛苦了。 要不我们也溜吧。 陆毅的脑海里忽然冒出一个邪魅的念头。 你是傻了吗? 林夏伸手在陆毅脑门狠狠地敲了一下, 这个时候她竟然冒出这样的念头来。 蓝青玄是为了谢小小才溜走的, 他俩是今天的主角, 又是为什么要溜走。 被人知道了, 不笑死才怪。 林夏一边补妆, 一边狠狠地瞪了陆毅一眼。 人家只说一孕傻三年, 可没有说一孕老公也要傻三年的。 走吧。 林夏对着镜子满意地笑了笑, 外面仍旧一堆宾客等着她二人去应酬。 林夏今天特地把她的一些大学同学、 研究生同学也邀了来。 以前她不爱交际, 总觉得虚假又无聊。 但是现在, 她巴布得多一些和大家沟通感情的机会, 或许就能从中捕捉到什么商业机会。 陆毅只得跟在林夏身后, 小心翼翼地护着她, 她当然知道她这么努力的目的。 只是她越努力, 她就越是心疼。 蓝清选悉心地帮谢小小调好空调的温度, 又将灯光调暗了些。 她满意地看着房间, 然后转身去看谢小小。 她正从她的箱子里翻着什么, 将衣物乱七八糟扔了满满一床。 蓝清选有些无奈地笑笑, 以前她给她做助理的时候, 不是挺精明俐落的吗? 现在轮到自己了, 反倒一塌糊涂的了。 她走过去, 帮谢小小收拾着残局。 忽然, 一件小巧而又可爱的白色内裤映入蓝清选眼帘。 看似纯棉质地, 边缘滚了一圈蕾丝, 极可爱又迷人。 那内裤后面, 印着一只眯着眼睛正在睡觉的小猪, 她下意识地联想到谢小小给她的昵称, 朱朱。 蓝清选看着那条内裤, 瞬间想到谢小小光洁的身子, 一股暖流, 瞬间涌入下腹。 男性的荷尔蒙提醒着她, 她是一个正常的成年男性, 而眼前这个女孩是她名正言顺的女朋友。 蓝清选看着谢小小, 她依旧在翻着箱子, 丝毫没有察觉到蓝清选的异样。 她微微皱着眉头, 嘟着粉嫩的小嘴, 似乎因为没找到东西而有些酝怒。 什么东西不见了呀? 蓝清选吞了吞口水, 主动和谢小小搭话来打破这该死的尴尬。 我明明记得我放了睡衣进来的, 可是找不到了。 谢小小一脸失望地合上箱子, 一屁股坐在床上生着闷气。 那就不穿了吗? 蓝清选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却又忽然想起那条内裤, 一下子红了脸。 蓝清选不由得暗暗骂自己没出息, 酒精风月的老手竟然会在此刻红了脸。 谢小小听到蓝清选这样说, 也跟着红了脸。 不过好在灯光被她调暗了些, 正好也看不出来。 小小, 你也累了, 早点洗漱休息吧, 睡醒了给我打电话。 蓝清选瞥了一眼床上谢小小的那条内裤, 慌乱地和谢小小道别。 谢小小本以为蓝清选会留下来陪她, 却没料到她此刻竟然要走。 谢小小赶紧起身, 一把从身后抱住蓝清选。 小小, 你乖乖地自己睡觉, 睡醒了给我打电话。 蓝清选轻轻握住谢小小的手, 有些无奈地和她说着。 在她而言, 曾经的那些床地之欢不过是一场游戏, 她并不在意, 也并不会怯场。 但今天站在她眼前是她心爱的谢小小, 在两个人还没有足够地了解对方时, 她还不愿意和她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你后悔了? 谢小小试探地看着蓝清选, 声音微微有些颤抖着。 我蓝清选转过头来, 正要和谢小小说些什么, 却被她一吻风口。 谢小小双手捧着蓝清选的脸, 深深地亲吻着她, 两只手不安分地替蓝清选截着她衬衫的扣子。 这是她好不容易才得到的男人, 她绝对不会给她机会后悔, 也不会让她离开。 或许是因为空调温度有些低了, 谢小小的手微微地有些凉。 她冰凉的双手划过她滚烫的肌肤, 一寸一寸地往下游移着。 蓝清选本就被那条内裤激起了男性的欲望, 此刻又被谢小小一番挑逗, 自然是收不住的。 她热烈地回应着谢小小的吻。 一只手搂在谢小小腰间, 一只手伸进她上衣里, 将她的内衣扣子解掉。 蓝清选一把抱起谢小小, 轻轻把她放在床上, 紧跟着压了下来。 蓝清选有感觉到谢小小有些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她来不及思考那是因为激动或者是兴奋, 只一味跟着自己的欲望一路探索。 芙蓉丈暖, 春宵一刻, 蓝清选拦着谢小小靠在床头,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肩上那一道道抓痕。 她竟然有这样的爱好。 谢小小趴在蓝清选胸前, 眼皮紫沉得似乎马上就要合上了。 原本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机, 已经很累了, 再加上蓝清选这一番折腾, 谢小小半条小命搭进去了算是, 只是还没来地级去洗澡, 身上依旧黏乎乎的。 我先去洗澡了。 谢小小随手捡起了蓝清选的衬衫套上, 懒洋洋地和蓝清选说着。 蓝清选浅笑着恩了一声, 早知道她累了。 也早, 洗完澡舒舒服服睡一觉。 蓝清选的目光无意间落到床上, 雪白的床单上竟然留下了一抹红。 那红色十分醒目, 竟有些两眼, 蓝清选顺时愣住了。 原来谢小小的颤抖, 以及她刚才死死咬着的唇, 还有她几乎嵌入她肩膀的甲, 竟是因为她是第一次。 蓝清选忽然有些懊恼, 她只顾着自己的欲望, 完全没有留意到她的反应。 蓝清选掀开被子, 光着脚一路走进了浴室。 啊! 谢小小被蓝清选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伸手护在胸前。 刚才灯光昏暗, 她尚且不会害羞。 现在猛地和她赤裸相对, 倒忽然害羞起来。 傻丫头, 从来不和我说。 蓝清选不理会谢小小的羞涩, 坐在浴缸边看着她。 她从来都不说, 什么都自己悄悄地藏在心里。 任何事情都是自己悄悄地安排好了, 告诉她一个结果, 甚至有时候连结果都不告诉她。 累了吧。 陆毅一边帮林夏揉着小腿, 一边温柔地看着她。 宾客们终于都走了, 化妆师正细心地帮林夏卸着妆。 陆建国和李红艳他们正和酒店清算着账目, 盈盈和关希儿也跟着里里外外地收拾着婚礼物品。 嗯, 林夏有些小委屈地看着陆毅, 虽然今天是结婚, 但林夏却是把她当成一场交际应酬来对待的。 一直紧绷着神经, 不敢松懈下来。 老公, 那个李洋, 就是我大学的同学, 林夏想起来今天来的大学同学中, 有一名叫做李洋的同学。 虽然上学的时候不是特别熟悉, 但既然她今天接受了邀请来参加了婚礼, 说明还是有机会合作的。 好了, 赶紧回去早点休息, 累了一天了。 李洋艳忽然出现, 打断了林夏的话, 一脸不悦地瞪着陆毅。 陆毅善善地和李洋艳陪着笑, 自从她和林夏关系缓和之后, 陆毅就变成了她的出气筒。 林夏吃不好, 怪她。 林夏睡不好, 怪她。 林夏渴着, 饿着, 累着, 全怪她。 总之, 只要林夏哪里不舒服了, 那一定是她的问题。 陆毅有些委屈, 又有点欣慰。 李洋艳能和林夏和睦相处, 是她最乐意看到的, 即使偶尔被误解了, 也不要紧。 谢谢妈。 林夏和李洋艳甜甜地笑笑, 然后转回头, 又悄悄和陆毅做个鬼脸, 那就回去了再说吧。 你们先回去吧, 剩下的, 我们料理就好了。 李洋艳拿起林夏的包, 塞到陆毅手中, 催促着他们, 赶紧回家。 那我们走了呀, 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 陆毅乖乖接过李洋艳递过来的包, 帮林夏穿好鞋子, 记住带林夏去吃点饭。 李洋艳对着陆毅和林夏的背影大声喊着, 唯恐饿着她的宝贝儿媳和孙子。 现在家里完全听李洋艳指挥, 她叫往东就往东, 她叫往西就往西。 涂着方便, 林夏的房子干脆就一直租着, 她和陆毅住这边, 陆建国和李洋艳他们住那边, 照料着也方便一些。 简单洗漱完, 林夏就钻进了被窝。 刚刚吃饭的时候, 她就喊着累, 吃了没几口就不吃了。 庆幸的是, 这个孩子并不闹腾, 从林夏怀孕以后也没折腾过林夏, 算是个好养活的孩子。 累了早点睡吧。 陆毅掀开背脚, 挨着林夏躺了下来。 虽说今天是他们的新婚夜, 但她也只能默默地躺着。 老公? 林夏侧着身子靠在陆毅身上, 眼神里闪过一丝脚霞。 另一只手调皮地伸进陆毅睡衣里, 从胸口沿着一路往下摸去。 陆毅一个机灵, 忽然意识到林夏的目的。 她虽然也想和她在新婚之夜行夫妻之时, 但又怕伤着她和孩子, 想想李红艳的神情。 陆毅立即拉住了林夏的手。 她最经不起的, 就是林夏的挑逗。 老婆乖乖睡觉了, 晚安。 陆毅翻个身背对着林夏, 坚决不能给她任何机会。 林夏却不肯就此罢手, 她一边叹过身去, 趴在陆毅耳边轻轻吹着气, 一边伸着手, 在陆毅胸前轻轻打着圈。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她的每一寸敏感, 她都熟知。 我去问过医生了, 现在已经三个月了, 可以了。 林夏凑近陆毅, 趴在她耳边, 若有肆无地和她说着。 她不愿意新婚之夜留下遗憾, 所以趁着产检的时候, 特地问了医生注意事项。 陆毅才不上当, 她最近常被李洪艳责骂, 现在不得不处处谨慎一些。 不出问题还好, 万一有什么意外发生, 李洪艳一定不会饶过她。 她宁愿辛苦一点忍一忍欲望, 也不会在这个时候闯祸。 林夏的每一个举动, 包括她身上的传来的一阵阵的香味, 都令陆毅难以自持, 每一秒对她而言, 都变成了一处煎熬和考验。 陆毅翻过身来, 刚要哄林夏睡觉, 林夏却凑过来, 稳住了她的嘴。 舌头灵巧地, 窜进陆毅口中, 挑逗着她的欲望。 林夏一边亲吻着陆毅, 一边帮陆毅解开睡衣的扣子, 手一寸一寸地, 沿着她的身体, 往下抚摸着, 不放过她的每一处敏感。 陆毅被林夏一番挑逗, 自是把持不住的。 她翻起身来, 将林夏压在身下。 陆毅凝视着林夏, 她那闪闪的眸中, 带着一丝羞涩, 一丝温柔。 陆毅浅浅地笑了笑, 低头深深地吻了上去。 从今天起, 她就是她名正言顺的妻子了。 无论以后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她都无需再害怕, 她会帮她抗起生活的所有问题, 做她一生的依靠。 接下来的几天里, 陆毅继续正常去公司, 但却一直不见蓝清选露面。 陆毅知道蓝清选一定, 和谢小小腻歪着, 也不愿意去做那惹人厌的灯泡。 干脆自己忙一点, 就当是给她提前放假了。 由于蓝清选沉迷于女色不能自播, 陆毅一边应酬着客户, 一边还要忙着处理内务, 一时间有些忙得不可开交的。 幸好盈盈还在休年假, 干脆跑来公司帮陆毅的忙, 跟着做一些内务工作。 虽然她比林夏差了一些, 但到底还是能帮上一些的。 这天, 盈盈正在前台处帮着打印资料, 听见背后一阵脚步声。 起初她并没在意, 直到她听到了那个声音。 你好, 我约了你们陆总。 盈盈转过身来, 竟是谢天。 她微微地笑着, 看着盈盈, 一身鼻挺的西装将她硬衬得更加帅气挺拔。 相比那天婚礼上落魄的样子, 今天的谢天更加魅力十足。 你好。 谢天见盈盈愣神了, 提高些声音重复着。 盈盈忽然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一下了红了脸。 哦, 你跟我来吧。 盈盈略有一些尴尬的和谢天笑了笑, 赶紧领着她往路易办公室走去。 盈盈一边复印着资料, 一边暗暗留意着路易办公室的动静。 她知道谢天给了路易一个不小的单子, 今天应该也是来讨论细节问题的吧。 你好, 我是约了来面试的。 一位看上去十分年轻的男孩站在盈盈身后, 礼貌地和盈盈打着招呼。 先填表吧。 盈盈无奈地笑笑, 还真把她当成前台了, 谁来了都是先和她打招呼。 盈盈从前台桌上拿起一张空白表格, 递给那男孩。 这男孩是林下叫行政约的面试, 行政小姑娘已经和盈盈说过了。 盈盈一边翻着那男孩的简历, 一边继续复印资料。 这男孩儿叫李月, 和蓝清选居然是校友。 去年才毕业, 但是毕业之后一直接一些零散的项目, 并没有正经上过班。 盈盈虽然不是做人力出身的, 却也知道陆毅这样的公司里, 还是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才好。 像她这样, 只接零散项目的人, 可能在团队配合度上会稍逊一些。 盈盈不禁皱起眉头, 看着眼前这个平平无奇的男孩子, 不知道林下为什么会约她来。 盈盈看了一眼路易办公室, 估摸着一时半刻谢天还出不来, 拿着简历进了行政办公室。 有面试了, 盈盈把简历递给小姑娘。 嗯, 她依然眉头紧锁地盯着电脑屏幕。 怎么了, 盈盈。 盈盈看着她有点意外, 这小姑娘向来活泼, 即便是工作有些困难, 也不见她如此紧张过。 哎, 盈盈抬起头来, 轻声叹口气。 自从上次那个财务走了之后, 陆总一直催着重招一个人, 但约来的这些人, 她总是觉得不太满意。 盈盈有些无奈地看着陆毅的办公室, 她一向对员工的要求都比较高, 财务这个岗位上更是要求严格。 盈盈顺着圆圆的目光, 看着陆毅的办公室, 忽然就有了想法。 好了, 你先去面试吧。 盈盈浅笑着和圆圆说着, 她自己不就是最好的财务人员吗? 反正在家里工作也不是很舒心, 干脆辞职来给陆毅打工, 顺便还可以见到自己想见的人。 盈盈略有一丝得意地看着陆毅的办公室, 这件事和林夏说, 她一定不会反对。 而林夏不反对的事情, 就是全家都同意的事情了。 心里有了主意, 脸上的笑容自然也更加灿烂了。 盈盈一边哼着歌, 一边继续复印着资料, 心里乐开了花。 这么开心, 谢天忽然出现在盈盈身后。 盈盈被谢天忽然出现的声音吓了一跳, 她只顾着自己开心, 竟然没有留意到身后的动静。 在印文件, 谢天看了看盈盈身后的复印机, 心情似乎很不错。 你们认识? 陆毅颇有些意外地看着盈盈, 她并不知道他们俩什么时候开始这么熟络的, 竟然会闲聊天。 嗯, 你住院的时候见过几次。 谢天回过头看看陆毅, 小姑娘很可爱。 盈盈有些意外地看着谢天, 小姑娘很可爱, 不知道她这句话是真是假。 盈盈低着头浅浅地笑着, 也不理会陆毅的发问。 我先走了。 谢天环视一圈办公区。 我的项目不着急, 你慢慢安排。 谢天和陆毅笑了笑, 以她目前的员工情况来看, 可能一时半刻是顾不上她这个项目的。 我走了。 谢天略弯了弯腰, 和盈盈眨了眨眼, 调皮地和她道别着。 谢总慢走。 陆毅浅笑着看看谢天。 哥, 我去接嫂子了。 盈盈见谢天要走, 赶紧把手中的资料放下。 盈盈说着, 也不等陆毅回应, 抓起手包跟在谢天身后走了。 陆毅无奈地笑笑, 也不去理会, 回去办公室继续工作。 谢天正等着电梯, 却看见盈盈跟了出来。 其实, 谢天对这个小姑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除了那次在化妆间。 你也要走了。 谢天微微地笑着, 看着眼前的盈盈。 嗯, 此刻电梯间并没有其他人, 盈盈忽然就红了脸。 我去接我嫂子。 盈盈悄悄抬头, 又补充了一句。 幸好谢天正盯着电梯, 没有留意到她的异样。 盈盈不由地暗自松了口气, 悄悄地调整着自己的情绪。 电梯到了。 谢天礼貌地拦着电梯。 你没事了吧? 盈盈想打破这该死的沉默, 但是话一出口, 她立刻就后悔了。 心里暗自责怪自己没脑子, 竟说些不该说的。 你看我哪里像是有事的。 谢天凑近些, 故作调皮地和盈盈开着玩笑。 这么多年, 她早已经习惯了掩藏自己的情绪。 谢天忽然凑近的脸, 让盈盈有些措手不及。 她的脸, 沿通她身上好闻的香味一起迎面而来, 盈盈原本调整好的情绪, 又被她这突如其来的亲密举动给搅乱了。 谢天见盈盈脸红了, 忍不住笑了。 原来只是个小姑娘, 谢天笑着直起身来。 毕竟是临下的小姑子, 不能逗她。 电梯很快就到了一层, 盈盈迅速逃离开电梯间。 谢天看着盈盈的样子, 不由地笑了。 她见过很多女人, 有妖娆妩媚的, 有直爽波辣的, 却极少见盈盈这样单纯可爱的。 只不过和她稍微凑近了些, 开了个玩笑而已, 竟然红着脸逃走了。 盈盈大口地喘息着, 一手捂在胸口。 那颗砰砰地迅速跳动着的心, 不断地提醒着盈盈她刚才的经历。 谢天那张脸, 在盈盈脑海里反复出现着, 盈盈摸摸滚烫的脸颊, 心里却泛着一丝丝的甜蜜。 盈盈刚要发动车, 却忽然听到砰的一声, 停在她对面的车胎, 忽然爆了。 盈盈看着那辆车, 微微地皱了皱眉, 上坐着的好像正是谢天。 走吧,我烧你一段。 盈盈探出头来看着谢天。 谢天狠狠地踹了一脚轮胎, 一脸气脑地上了车。 一会儿你把我放在 方便叫车的地方就行了, 别耽误了你的正事。 谢天一边和盈盈说着, 一边拿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 车坏了, 我把位置发给你, 赶紧过来处理。 谢天口气里夹杂着一丝不悦, 这要是半路抱胎, 就是大事故了。 好的好的, 谢总放心, 一定处理好。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战战兢兢的声音。 谢天也不再多说什么, 直接挂断了电话。 记者,